新北市的捕蜂捉蛇业务在今年度起正式移拨动保处 动保处业已经成立新北市动物救援指挥中心统筹案件管理 所有案件由中心分派 议员白佩吾表示他相当的赞成让消防弟兄回归救灾救护工作 也呼吁民众有相关情事记得改播1999 新的一年开始 以往由消防局所承接的捕蜂捉蛇的业务 也从1月份开始正式移交给新北市政府动保处专责处理 而动保处也已经成立了动物救援指挥中心统筹案件管理 所有案件将由中心来分派 因为为了营运捕蜂捉蛇这项业务 其实已经造成整个消防的这些警役小弟兄们 其实在执行上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 我们今年度新北市政府也会将捕蜂捉蛇的业务 由原本的消防局移到这个动保处 那就是在这里呼吁民众 就是以后如果要抓猫抓狗抓蛇 抓虎头锋这一类的案件的话 大家不要再播119 现在我们大家就是要把它改作播1999 医院白佩吾表示 相关人员平时担任救灾及救护工作 这些业务很繁重 甚至还会冒着生命危险 因此让相关人员回归斩折本业 做好相关训练 他相当赞成让消防弟兄回归救灾救护的工作 对民众也是一件好事 因应这一项的这个民众的期待 以及很多专业化的需求 我们已经编了专款 然后把这个业务正式的来移播给这个动保处 也让更专业的动保处能来协助抢救这些动物 那我们也希望说 其实消防弟兄在每一次的出勤 其实都是跟火在搏斗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社会的关心 然后大家的力量 让我们的消防同仁的这些各项的这个专业 可以更加的提升 而佩吾表示 以往大家遇到捕风抓蛇的事情 第一个就会想到要打119电话来派人处理 而现在这个习惯要改一下 改打1999市民专线 让动物救援指挥中心前来处理 这封强戏怎么到